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成绩汇报 现在呢我们从6月开始呢 已经在一个比较知名的门户网站 Oddspotals.com上面把我们的成绩 我们所谓的他们叫做Predictions 他们的Predictions呢就放在上面了 然后这个My Prediction呢 其实就是帮助Oddspotals上面的会员呢 就也是免费注册的 把自己的成绩呢公开分享给其他人 那任何其实你是会员也好 你是非会员也好 其实Oddspotals都是公开的 把这些成绩分享在上面的了 而也没有任何事后注个量的 因为My Predictions到时候 你也可以自己注册注册一个照顾看一下呢 它是不会有社会注册量的可能性的 因为赛事一开始呢就停止任何下注 我们也看到6月7月8月呢 就是我们做了不同赛事和赛行的投注 那总共我们的预言啊 这些都是预言啊 就这里不代表 这里是跟不了我们在哪个平台做了任何投注的 大家可能要看一下Oddspotals在怎么玩 我们在我这里就不详细多说了 我们直接就进入主题就算了算了 有疑问的话 也欢迎大家留言问 大家就这个也无所谓 我们再看一下7月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百二百一二十二百七十二个预言 然后8月到现在的话 我们做了17个预言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回报率啊 这个回报率是怎么去理解 回报率就是说我们总共投入的每一场呢 其实每一场我们假设我们投资就是一个单位 那一个单位最后获取的利润呢 就是在这里出现这个所谓加减的 然后这个加减 这个数值再处于total prediction 就是其实等于这个ROI了 就是所谓的投资回报率 那这个是不是很理想的一个做法呢 倒未必啊 因为这个只是对于投资量化投资企业的人来说是比较 合理的一种标示的方法 但是玩球的人很多时候都会知道呢 其实这个未必是最理想的方法 反而呢是我们每一场均注来做一的话 我们在某一个周期内可以针对这一个均注投资的回撤 还有最后获得的利润有多少呢 才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因为毕竟是每一场他输赢 就是不跟跟那个传统的金融有点分别 传统金融的回撤呢 是跟他的总资金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呢 其实我们在做球的时候 回撤和或者利润的 我们的衡量的办法 往往呢 是跟均注的投入是相关 然后我们看一下 results 刚刚刚我们看过了 其实就是summary的部分 results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每一场的都会有很详细的报告是到底是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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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最近期的一直到以前的都有 然后呢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分享这个链接出来呢 那然后大家就看了 未来的赛事的啊 预测我们也预先投入进去了啊 这些都是 一旦赛事开始之后就不可以逆转了 所以就他的公平性就是在这里也不会给任何用户有受诸葛亮的可能性 那这里就分享到这里 那然后就欢迎呃有什么问题的直接问了 然后啊 就可以给大家一个暂时有一个简短的交代 就是我们的量化的进程到了这里了 好 谢谢各位